从日前的台北国际自行车展 观察台湾自行车产业发展趋势 面对消费者的高品质需求与多变的口味 台湾业者正面临新的挑战 自行车组装代工业者林先生坦言 最近几年正式从传统自行车产业 转变到电动辅助自行车的跨领域时代 在地厂商除了扎实的基本功 也需要不断自我调整回应市场需求 才能走向国际获得更大的商机 我们成立已经35年之多了 那我们一开始就是也是从自行车零件慢慢发展起来 然后就是有阶段性的提升自己的产业 那我们一直延续到今天 就是一个所谓自行车界完整的一个组装厂 我们早期就是在彰化西湖地区 我们是做那个所谓停车架 还有同车的一个辅助轮 开始进入这个自行车产业 那慢慢经过长期累积下来 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组装 那组装就是以同车三轮车 这些传统的一些自行车种类 慢慢再一步一步提升到乘车电动辅助自行车这一块 基本上都是OEM国际厂牌的代工 那像我们现在目前厂内的品牌 大概我们有我们是做美丽达国际线 就是除了台湾本岛以外 的所有世界全球性欧洲地区的一个代工 那还有其他品牌像TRACK 美国品牌商TRACK 我们目前也有在跟他合作 就是在生产电动自行车的部分 坦白说因为目前刚好在 就是介于一个电动自行车跟 传统自行车的一个跨领域的一个世代 所以我们当然期待说 能有在寻找出传统自行车以外 任何可以再提升我们自己产业的一个产品出来 那当然也也就是说也不局限于是电动辅助自行车 有相关其他的品项的开发 那跟组装上面我们可以供应给 提供给这些客户有他们的需求 那就尽可能就是运用我们的设备 人力资源这些来大家合作 然后创造一个所谓双云 或者甚至山云的一个局面 因为时代还有资讯的透明化 还有更加的开放 所以一般从消费者端他所可以接触到的资源 是越来越广而且越来越直接 不再像以前必须要透过地区的所谓代理商 或者他们的train store连锁店去了解产品 那现在几乎因为网络时代的关系 大家都可以透过直接对应到各个供应商的一个网站 我们必须要无时无刻要去提升我们自己的一个机器设备 人力还要补足所有的其他 为了要适应这个所谓世界潮流或者产业的一个挑战 是这样 那这一台因为主要就是它整个车架的架构结合 都比较算高 高技术的一个所谓避震四连杆 在整个车架的设计 我们所谓这个叫四连杆联动的一个避震产品 那它会让骑乘者除了在享受一个挑战的那个道路的时候 它也可以同时可以享受到一个避震的效果 减轻在骑乘上有一些微小的一些不舒服 然后增加更高的舒适感 然后前面也是这个也是一个避震 一个避震的设计 相对的这个是一个叠照 就是类似我们摩托车 汽车 汽机车它的一个自动刹车 那会更加安全 因为现在的产品比以前的 那个骑乘的时候那个速度越来越高 所以它相对的安全性 所以我们必须要再做合理的 合适的一个搭配 那轮胎 你看这个也几乎都是比传统的 传统自行车的轮胎配置都比较宽 比较大 然后加上它这个颗粒 然后它可以适应在各种不同的沙斯地 或者湿地 或者一些骑乘的场地 然后增加它的安全性 所以对你们来说 这个它在组装的技术上 会要求会比较高是吗 是因为注重的就是它的 组装的时候的一个精准度 就是按照各零件厂商所提供的一个组装的规格 那我们因为是组装结合的产品 所以必须要很精准的到位 才有办法在整个发挥所有零配件 它们所结合出来的一个一个 可以提升它整个使用上的一个精准的 然后会有更加舒适更加安全的一个 一个骑乘效果 一台车有可能四十五十六 甚至六十几个的零配件所组装的 所以每个部位 每个部位都必须要很精准的做搭配 就是在人工人员的训练 长期累积下来一个 一个一个 经验累积 然后有各家厂商提供的一个技术 技术标准 然后我们就按照这样来制定一个厂内 组装的SOP 那部部就是照各家厂商 他们所制定出来的 他们自己的规范 那我们按照它的规范 基本上来组装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除了成年人使用的自行车 也有业者专攻儿童市场 原来小朋友的滑步车也可以很专业 这个是我们的滑步车 主要是在台湾这一两年的上面在发展 那我们这有场地赛 就是以竞速的方式去比赛 那这种车的话 我们在比赛当中 都会以12寸的比赛车为主 那车体的话 我们是不会限制你是铝车 钢车或是碳纤维车 那主要的场地赛是比竞速 就是像我们影片上面那样子的比赛 就是以谁的速度最快去做比赛 那当然当中的车子 它有分等级的 那越好的等级 它的备用当然是越贵 那我们在比赛当中 会分出12345 还有它的年纪去分它的大小组 这样子的比赛去完成 这样子 我们集合所的特色就是在它的斜角度 它有15度角 在它的时候方便 在过弯的时候它的速度 会可以更加的快速 这样子的方式去做 所以这是有我们的专利的方式这样去做 那这些都是专门给几岁的小朋友 是2岁到10岁的小朋友 都可以骑乘去比赛 那这一方面还可以再配合他们的亲子的活动 就是家长骑着单车 那小朋友骑着滑浮车 可以去单车道 这样子去游玩这样子的方式 像我们在半竞速的话 我们有在大陆跟台湾都有办过比赛 那主要的话就是他们在成就感上面 会有很大的成就 那在亲子活动就是 增加他们就是出去游玩 跟父母跟小朋友的亲子同乐的这个部分 台湾自行车运动盛行 相关产业蓬勃发展 一年一度的台北国际自行车展 不仅促进产业交流 也带动业者思考新的商业模式 为台湾的运动经济 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记者唐旭莹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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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